今日有传刘德华的父亲刘李已离世的消息 今日下午约5时 华仔天地亦证实刘德华父亲刘李离世的噩耗 华仔天地华博公布刘德华的父亲刘李的死讯 父亲于20号在家人陪伴中安详离开了 迎来大批刘德华歌迷留言安慰刘德华 而华博亦变成黑白色见面 以此悼念刘德华父亲刘李 此前刘德华演唱会 其父母也到现场不想错过儿子的演出 刘父刘李年轻时曾当消防员 后来开小吃攒户店以赚钱养家 刘父于2003年曾不幸患膀胱癌 后来去医院做膀胱瘤割除手术并康复 刘德华出生于香港新界大浦太亨村 在家中排行第四 刘德华成名后一直细心照顾家人 曾传因父亲试吃叉烧 后来刘德华将自己一部电影约20多万 买下华冬烧腊 送给父亲做生日礼物 又安排父母聚于加多力